快去吹吹 好 可以了 音樂不要緊 沒辦法 調大一點 4321 今次引渡逃犯 不單止回台灣 而是回大陸 建議 比23條更加兇惡 因為23條 無論怎樣 玩 仍然留在香港 面對香港的司法制度 甚至面對香港的監獄制度 大家都看到 我們的制度仍然 很穩健的存在 而我自己的 建議 將開放 引渡去台灣 等於開放 引渡去 中國整個大陸 因為台灣是香港的一部份 這個說法 爭議是非常之大 可不可以在有關條文 改作為 不適用於中國的其他地方 但是豆豪 台灣除外 因爲 我和李家超講 你現在影響一國兩制的 一個承諾 就是我們台灣和香港 應該是講 香港和大陸之間 應該有一個 司法上的角切分隔 他就說不要緊 這個不關事 因爲現在講的是本地立法 好了 我們就和你講本地立法 就是我剛才的提議 本地立法是可以香港自己做的 我的改法 就是仍然承認 因為你是北京的國策 總之 你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但是 我們現在 我們本地立法 是做 純粹是有關台灣這一套 這樣可以不可以呢 建制派已經私下跟我說 其實技術上 你這樣講 是沒有說錯的 但問題是 這個是政治上 非常之敏感的一個做法 本地立法本來不一定 特別需要 諮詢北京的 但如果是這樣講的話 叫他不要那麼敏感 我們去諮詢北京就可以了 其實我的追問 都是follow 毛孟靖議員的問題 就是 Ms.Mo 你問過 究竟你和台灣談的時候 有沒有去解釋清楚 就是現在香港的立法 我問他是有沒有信心 台灣會接受這樣的一套討論 前設就是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台灣會肯跟你談 會跟你有協議 所以我們有議員 譬如朱凱迪和我也有問 究竟談的時候 有沒有去 將這個因素 跟台灣方面解釋 那麼他就答說 我們香港的修改法律 是不需要諮詢任何 外地的司法管轄區的 這樣 但是你不可能 假設台灣是不知道 這件事的 所以其實我呢 就是希望他去想一下 究竟這個是不是最聰明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會不會我們最後搞了一大餐之後 台灣又不肯了 這樣 雖然李家超是台灣主動提出 要想去一個現在的逃犯 但是 人家不知道你的法例 是這樣去處理 但是呢 我很失望的是 李家超是模糊去回應我這個問題 而是說我們是挑撥離架 我們是想去想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最少爭議的方法 亦都是市民最少憂慮的方法 但是他就覺得他現在眼前 這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但是我們希望呢 香港人要看清楚 想清楚 整件事呢 現在這樣的安排 真是暗渡陳倉 是隨時借刀殺人的 這一頭呢 你是根本幫不了台灣那方面的 那些個案的 因為台灣是不能夠接受 這一個這樣的政治信息 包含在內 隨時是有這樣的可能 你做了這麼大堂事呢 台灣那邊呢 是不可行的 做不到的 但是 開放給中國大陸 隨便 隨時引渡的情況呢 就會出現的 這個是令人最憂慮的 這個是我們的憂慮 我們在議會上 通過提問去帶出這個憂慮 但是 比加翠連我們這個憂慮 都不可以說出來 他說你挑撥離架 想這件事和 他說我們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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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